李鸿章传 蓄力 作者梁启超 朗读者有意 一 本书完全依照西方人的传记文本 记述李鸿章一生的实际 并加以评论 使今后的读者对他这个人有所了解 二 中国的旧式文体 凡是记一个人的试迹 或者用转 或者用粘谱 或者用试略 都是记述生平经历和试迹的 不做是非褒贬的评论 如果有 也只是负于文章后面 这种加续加义的方式 实际是司马迁首创的 史记博夷列转 屈原列转 《货执列转》等篇都是这样的 后世人缺乏历史见识 不敢跟着学 我愚钝不敏 偷偷把司马迁的写法拿来一试 三 四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 无一不和李鸿章有关 所以为李鸿章作传 不能不以做近代史的态度和笔法来写 我对于时局稍微有些见解 不敢隐晦 目的不是给前人看 而是给后人看 只可惜时间太短 身边没有一本书可参考 因此书中技术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修正 四 关于江南之战 技术乡军事迹很多 似乎有些跑题了 但怀军与乡军的关系极其复杂 如果不这么写 就不能充分展现当时的形式 往读者谅解 五 中东铁路合约 中俄密约 新丑条约都全文转载下来 因为李鸿章本人事迹的前因后果 与这类公文的关系很密切 因此宁愿使文章拖沓 也全部收录 六 李鸿章在中国背负的指责和诽谤很多 我与他在政治上是公敌 私下里也只是泛泛之交 当然不会有心为他报区辩护 所以书中有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 很多与时下的论调不一致 这完全是因为做使者一定要秉着公平之心来写 否则就会失真 也有失功云 英国著名首相格林威尔 曾呵斥为他画画像的画家说 画出我的真实面目来 不要失去了我的真相 我写这本书 自信不至于遭到格林威尔那样的呵斥 李鸿章若泉下有之 必然也会含笑于地下说 这小子是我的知音 光绪27年11月寄望 作者自序